内蒙古挖出侄女儿舅舅合葬墓 当专家进入墓室后 只见两具遗体诡异的抱在一起 旁边还散落着人参枸杞等补品 脸上的黄金面具贵不可言 角落的陪葬品更是多到堆成了山 好家伙这是哪国的贵族 然而随着木质民的出土 现场的每个人都露出了恶心的表情 原来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女的18岁男的38岁 而且他们生前还是就职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 千年前的世家大祖 为何会做出如此有被伦理的丑事呢 在这座传世古墓中 又出土哪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这天上百位村民正在工地现场忙碌着 为了灌溉下游的几千禽小麦 政府决定再次建造一座水库 可谁料挖了一半怪事发生了 只见各色大小不易的砖块相继浮出 仔细望去 上面还刻有类似花卉的图案 哎呦不对劲 是不是挖到木了 两个小时后 一伙考古堆抵达现场 经过仔细辨别 他们惊喜的发现 这下面很可能埋着一座辽带大木 望着专家们跃跃欲试的样子 周围看热闹的村民也跟着兴奋起来 原来辽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王朝 曾融合中原游牧文化 创造了灿烂的马背文明 辽带工匠最拿手的就是 搂克各种金引气 只可惜这些古董传世量少得可怜 只因为昔日后金灭辽时 为了补充军饷 他们曾放纵士兵四处掘坟 搜挂辽带古墓 将里面的陪葬品劫掠一空 为了找到木门的具体位置 几十个工作人员不舍昼夜的一连挖了好几天 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恰在此时 一位老专家闻讯赶来 他眯着眼睛瞅了眼太阳的位置 然后嘱咐道 从这里挖一条沟 就在众人将信将疑时 奇迹出现了 一扇石门赫然呈现在大伙面前 四角还会有牡丹鲜鹤图 原来其他人在下葬时 往往会把主墓师对准太阳升起的方向 带着迫切的心情 考古人员钻了进去 下一秒 各种栩栩如胜的壁画印入眼帘 彼时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这场发现会震撼整个史学界 内蒙古挖出侄女舅舅合葬墓 此刻众人目不转睛的盯着墙上的壁画 骏马九气功奴手 真实还原了当年契丹贵族驰骋草原的风姿 顺着涌道往里走 只见一座石室豁然开朗 在守殿的照射下 各种陪葬品密密麻麻铺满地面 散发的多目光彩 很快大伙就被远处的尸床给吸引了 只见其硕大晶莹 上面躺着两个头戴黄金面具的遗体 尽管已历经千载岁月 但身上的银丝铝依依旧鲜亮如芯片片分明 这可惜两人的尸骨早就腐烂成墨了 清理过程中 仅剩下几枚发黑的牙齿 从面具的轮廓依稀可判断 右边的这位五官精致一态端庄 一看就是富家小姐 而左边的鼻梁高耸眼窝深陷 当年绝对是一等一的帅哥 就在大伙羡慕这对神仙眷侣时 猝不及防的一幕发生了 经一谷鉴定 墓中的少女在下葬时年仅18岁 而旁边的丈夫则是38岁 这一叉的有点悬殊啊 难不成是小妾 就在大伙议论纷纷时 另一头的考古现场有了发现 在两个耳诗相连处 刨出了一块石碑 外形精美雕有十二生肖 上面赫然写着 故陈国公主墓之名 辽景宗皇帝之孙等字样 好家伙这竟然是公主墓 从碑文中采集的信息可以得知 与他一同合葬的是一个名叫 萧少举的驸马都尉 不对劲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带着疑惑 专家翻阅了辽带文献 结果颠覆三观的名场面出现了 这位萧少举萧大爷 竟然是公主的亲舅舅 一时间在场的人都懵了 堂堂的辽国公主 怎么会不顾伦理 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内蒙古挖出侄女儿舅舅合葬墓 当专家进入牧室后 只见两具遗体诡异的抱在一起 旁边还散落着人参枸杞等补片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场尘封了千年的婚礼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公元一千年左右 这天是辽国公主出嫁的日子 满朝文武张灯结彩 大街上更是人头钻洞 水泄不通 百姓们争相目睹迎亲车队的风采 只有一人 愁眉不展 那就是教中的新娘 因为他要嫁的夫君竟然是自己的亲舅舅 萧少举 而这一切源于四十年前 那场轰动天下的政变 公元969年 辽木宗骑着马照例去黑山打猎 没成想 却被自己的贴身卫士给暗算了 当场殒命 千军一发之际 大臣萧斯温站了出来 他一面命人封锁消息密不发丧 另一边 全力扶持太子耶律贤即位 也就是后来的辽景宗 因为丛隆有功 后来皇帝迎娶了萧斯温的女儿萧绰 从那天起 辽国便诞生了一个铁打的外亲 家世贤和名人北出 其掌握的财权不在耶律家族之下 甚至在贵族上层 还流行着一个雷打不动的规则 耶律家只和萧家人同婚 公元982年 辽景宗病逝于醒宫 按照遗诏 其长子耶律龙旭登基称帝 即历史上的辽圣宗 在此期间 萧太后依旧大权独揽 于是便有了这段 舅舅去执拗的闹剧 说白了 陈国公主虽然出身优渥 可在两家联姻的大背景下 也难逃成为牺牲品的悲剧 此时此刻 再去欣赏面前的这些华丽 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陪葬品 真是无味杂陈 经过修复整理 墓中供出土了两千余件真品 金银玛脑翡翠玉石应有尽有 这是公主下葬时佩戴的 玄名高齿溜金引官 两旁嵌有金丝编织的羽翼 栩栩如生奢华无比 除此外 公主身上还发现了两对手镯 十一枚金戒指 就连耳坠用的都是百年琥珀 可以说奢侈到了极点 目前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 全都供奉在内蒙古博物馆 供世人欣赏 当你静静驻足凝望他们时 时空仿佛在一瞬间凝固 如果你穿越回那个年代 作为公主会做出何等抉择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